之前咱们学过了行车问题,这次我们来看复杂一点的。 露了去工厂,如果上班和回家都骑车,就一共需要40分钟。 如果上班时坐公交,回家时骑车,就一共用30分钟。 那如果它往返都坐公交车,一共需要多长时间呢? 每次都有来有回,把它们当成两段来看。 比较一下,前两次的第二段完全一样,只有第一段不同。 也就是说,第二次少用的10分钟,就是上班时从骑车换乘坐公交少用的时间。 那如果来回都坐公交,和第二次相比,第一段完全一样,只有第二段改变了。 从骑车换乘了坐公交,那肯定还得少用10分钟,总时间就是30-10,得20分钟。 如果再告诉你公交车每分钟行300米,你知道露了家具工厂多少米吗? 这容易,坐公交来回需要20分钟,那单程就是10分钟,每分钟300米,所以一共10乘300等于3000米。 这就是露了家到工厂的距离了。 在这个问题里,我们把整个行程过程分成了去和回两个阶段,这就是分段计算形成问题的方法。 刚才的问题只有一个人,那如果有两个人呢? 甲乙两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同向而行,甲乙乙先出发,甲出发5分钟到达AD,此时乙距离7点150米,又过了7分钟,乙到达AD,此时乙距离7点1200米,那乙每分钟走多少米呢? 注意,甲先出发,那乙出发的时候,甲乙已经走了一段了,把它标记出来,免得弄错了。 这就是按照时间分段做标记的方法。 找一找,哪一段既有时间又有路程呢? 这个1200米不错,它对应5分加7分,一共12分钟。 1200除以12,100米每分钟,这就是加的速度了。 接着就可以算每一段的路程了,这里就是100乘5,500米,这里就是100乘7,700米。 可咱们得算乙,哪段路程跟乙有关系呢? 哦,这儿是500米,那这儿跟它一样? 也是500米。 去掉这里的150米,这段就是350米了。 有路程,有时间,这就能算乙的速度了。 350除以7,答案是50米每分钟。 以上就是分段计算的形成问题。 根据运动过程,一段一段的划出线段图, 然后从条件比较多的段下手,利用它来算出更多条件。 这样就能逐步解决问题了。 怎么样,你学会了吗? 学会了的话,就快去做题拿金币吧。